大家好,我是奥特大卫 那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半钟了 快12点 我在做最后最后的测试 我想今天一定要 今天把它做起来的话 会非常的开心 睡觉也能睡得安稳一点 好,下面我们现在进行做最后的测试 那我的Goggles 以前我说了 我这个不需要电视就可以开机 这个我们把它放到这儿 这样就能看见吧 OK 好,提出钱 好,跟大家交代一下 我这个线 用绑搭线把四个角都扎了一下 OK 不用热熔胶把这些线全部供领住 因为到时候震动会非常的厉害 下面准备开始测试 先把我的这个 Transmitter打开 现在开机 下面开始粘线 稍微等一下 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重新粘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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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,2,3 OK OK That's not good That's not good 好吧 这个暂时 这个暂时不行 我先开这个游泳器 啊,游泳器好的 Good job 好,那我们再 还是要看一下这个 为什么这个视频不可以 好,那我们重新开机 那我们重新开机一下 1,2,3 OK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啊 视频信号 刚才可能搜索有问题 嗯,我知道了 原来是这个电源线 会干扰它的视频信号 好 哈 哈 这下我们的 大家能看见吗 这下我们就可以 呼呼 我们拿出我们的螺旋桨 这个螺旋桨上没有写字 这个螺旋桨上写个R 看看能不能飞起来 哦,这会打着 这个非常不好 哦,no 这个太大了 这个太大了 容易打着这个 哦 这个设计得不好 Not good Not good Not good 好,我们现在把这个extension 先下来以后 把它往下折一点 好 看看还有哪边会碰到线啊什么的 OK 好,我准备开始开机了 祝我好运吧 1,2,3 对 对 怎么说的 哇,好大的声音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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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试一次 1,2,3 哇 哇,太恐怖了 这螺旋桨被飞了 因为我没有固定好 哇 打到房里了 哦 螺丝也崩掉了 好吧 今天的测试到此结束 我得去睡觉去了 好 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就是没有看到它飞起来 唉,今天的测试就到这里 现在已经12点多了 希望下一次啊 我可以能够在草地上 给大家展示这个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 然后我们可能还需要细调一下 那个一些设置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